任何美国公民 每上缴一张12岁以上印第安男子的头皮 可以获得100美元的奖励 每上缴一张印第安妇女和儿童的头皮 可以获得50美元的奖励 以上内容不是来自某恐怖小说 而是美国政府在1814年正式颁布的一项法令 从15世纪末到20世纪处 印第安人口从500万骤减到25万 打着人权幌子对其他国家只手画脚的美国 自己到底干过些什么肮脏龌龊之事呢 用印第安人的皮可做出优质的长统穴 美国必须灭绝印第安人 美国应每10分钟屠杀一名印第安人 只有死掉的印第安人才是好的印第安人 这是被美国人称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四位总统 美国杰出的民主领袖们曾经发表过的精辟的人权论说 印第安人 美洲最古老的居民 17世纪初 105名英国人来到美洲 由此开始了英国人在北美殖民的历史 也开启了印第安人的噩梦 传染病的文化史一书中提到 在美国建国之前 为了强占当地印第安人的土地和资源 欧洲殖民者把天花患者用过的毯子送给印第安部落 至少有100万印第安人直接或间接死于殖民者故意传播的天花病 1830年 美国政府通过印第安人迁徙法 鼓励驱赶欺诈系统 美国政府强制约10万印第安人迁徙至偏远狭小的保留地 大逼印第安人途中死亡 为了更快解决印第安人 19世纪的美国人展开对美洲野牛的大规模屠杀 美洲野牛的数量从1800年前的将近6000万只 减少到1870年的550万只 再减少到1889年的不到1000只 20世纪90年代后 美国推行生态殖民主义 通过欺骗 强迫的方式将核废料 工业垃圾等有害废料 埋入印第安人保留地 引发严重的环境污染 再一次造成大量印第安人死亡 最终印第安人从这片土地上的主人 变成了不到25万人的少数族裔 为了从文化上抹上印第安人的身份 1879年 美国创办第一家 针对印第安儿童的寄宿学校 这些儿童不能使用自己的语言 被迫与家人分离 换掉名字 放弃传统故事 诸如此类的印第安人儿童寄宿学校 在全美开了350多家 1925年 印第安寄宿学校里的儿童数量达到6万多 这些儿童经历着强迫劳动 一发 军事话管理等种种身体和精神上的虐待 成千上万的印第安儿童 在寄宿学校生病甚至死亡 历来美国人在这片并不属于他们的土地上 喋喋不休 还要向世界宣告 这个赃物属于自己的故事 这不是强杠吗